高雄市出現了垃圾屋 這次在三明區有一間歇業的汽修鐵皮廠 占地上百坪 屋主不經營之後撿回修 但是雜物垃圾越堆越多 鐵皮屋底都能夠堆放 所以經常有老鼠江郎跑出來 附近住戶相當頭痛 二十多年來檢舉陳情都沒有用 直到近期登革任病例在社區爆發 屋主這下終於點頭願意清除 不過垃圾數量之龐大 動員六十人清了一整天 也僅僅是十分之一的量而已 高空俯視單向車道 全被沉堆垃圾沾滿清潔環保車 接力載運數十名清潔人員跟志工 忙成一團分類打包 好去整天時間 結果進度竟然不到十分之一 所有的垃圾 通通都從高雄三明區 這間鐵皮屋清出來 過去曾是汽車保養廠 也清出了不少廢棄輪胎 上百坪的廠房 連屋頂後巷都氣質不少 垃圾到底是怎麼堆成這樣的 一堆就長達近三十年 黃興屋主年事已高 愛減回收 別人眼裡的垃圾 他卻通通當作寶 不肯丟棄 周邊鄰里居民頭痛不已 多年的陳情檢舉都沒有用 畢竟垃圾豬藥堆積屋內 環保局也一籌目展 但髒亂惡臭 髒狼老鼠恨行 更擔心不慎起火 還會有公安隱憂 不過就因為近日 高雄登革熱肆虐 也在這個社區爆發後 黃興屋主在幾番勸說下 終於點頭同意 動工大清除 這次是登革熱很嚴重 我說我們都要進去裡面噴 表示說我們附近應該是有 一些暗地發生 那我也當然就會勸他說 我們年紀大了 終究沒人想跟垃圾當鄰居 逐一清除後 終於能還給附近的居民 一個整潔的居住空間 接著劉潛文 黃興屋 高雄報導